杨茂之報 如影隨行 歡迎您加入這個小時的 周安組節目 我是楊如涵 在1997年 這是堪稱台灣治安史上 最黑暗的一頁 在那一個年代 只要是家裡有小朋友的家長 都膽戰心驚的 因為綁架案平傳 甚至连待在家里都不安全 生怕会有歹徒闯入 而没想到在1997年4月14号 这天早上 就传出有一名高中女学生 在上学的途中被歹徒强压上车 而她的身份正是知名艺人 白冰冰的女儿白小燕 在女儿被掳走之后 隔没多久 白冰冰竟然收到了 女儿的三张半裸照 还一节被剁下来的小指头 当妈妈的这样的痛 全台湾都感同身受 当时警方马上成立了 0414专案小组 誓言要用最快的速度 将白小燕给救出来 在1996年的台湾 陆陆续续發生了 劉邦游血案 鸿婉如命案 等未破悬案 人心惶惶 1997年那个年代 其实台湾各行各业 那时候台湾只缺手 赚钱的方式很多嘛 在那个年代呢 尤其是民国八十年代 其实治安不是很多 那个时候呢 你看一天 我们那时候我平均的 我那时候就已经当组长了 一个礼拜的命案 幾乎五到七件 我要出勤的 就是他他的命案五到七件 整个社会风声鹤唳 更是台湾治安史上 最黑暗的一夜 尽管经济起飞 但有些歹徒为了钱 手法残暴 罔顾良知到令人伐指的地步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寻方寻方 你今天钱多 以前更誇張的是怎樣 還有一种赚钱方式 他今天进口了一只黑心手箱 擺在那库管裡面有沒有 他就在停车场 隨意找一个那个什么 进口轿车 他就等待旁边 等待你车主要来开车的时候 他就跟你讲说 库管了解 我给你顧车顧到 那你就知道意思了 他黑心手箱在那边 顧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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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拿一点收費 来给他开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 台湾前淹角木 可是衍生了很多的 犯罪的模式就出现了 那个时候因为治安不好 而且加上科技也不是很进步 那个时候呢 你要找一个人或怎么样 没有像现在还有手机 还有到处都有监视器 而且那个时候最恐怖的是 綁架勒署案 你看这已经这几年了 台湾这一二十年来 已经很少听到 綁架勒署了嘛 对不对 可是那个时候的 綁架勒署案 丁学伟口中 震惊社会的綁架勒署案 就是艺人白冰冰的女儿白晓烈 当年白冰冰 尽管已经是综艺大姐大 但形象清明 拍戏唱歌实相全能 更是许多观众的开心果 她独立抚养女儿琴跑秀场 成为当时曝光度 数一数二的演艺人员 白冰冰是一个很成功的艺人 那么因为她很肯吃苦 那她又身段很低 为人交好 各方面朋友她都跟人家非常友善 所以她的秀场 邀请他人就非常的多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四号 这一天是星期一 十六岁的白晓燕 一如往常的出门上学 白冰冰随后也出门工作 为新唱片拍摄MV 但工作到一半的一通电话 让她始料未竭 白冰冰在下午一点多的时候 就接到漏售电话 那个时候的恐吓电话是怎样 因为那个时候白冰冰在外地 在外面拍戏 在工作 以前她的电话都是她 大哥白炎坤在帮她去 就等于是经纪人兼助理 所以她电话来的时候 她就...她也不敢做 就跟白冰冰讲说 人家说你女儿子有老婆 要拿五百万美金 那怎么办 她就报警了 刚开始是威胁她不能报警 这宗号称台湾治安史上 出境要求最高的绑架案 再加上被害人 是国内知名的艺人 不管是治安单位 或是媒体大众 对于这个案子都相当的重视 几乎所有的媒体记者 都日夜守候在林口分住所 好掌握最新的消息 白冰冰眼中的宝贝女儿 在同学眼里 一点也没有娇气 而且她个性低调 打扮朴素 老师说 她勤奋好学 大学想要报考新闻系 这样子无害的小女孩 会是谁要伤害她 在这家大企林口 搞了布球场说 在大门口旁边的草丛里面 你去找一包东西这样 那一包东西怎样 果然找了就找到了 里面是什么 一个牛皮紙袋包的一个东西 里面拿出来 竟然是我们一般去诊所 看病的那个小药包 你们要 就一截小手指头 那另外的几张半脸照 对的 还有一张那个 白小燕手写的那个 求求信 上面还有血迹 还盖手印这样 白小燕可是白冰冰的心头肉 看到那一截小指头 当妈妈的怎么承受得了 尽管内心有再多不舍 再多愤怒 只能保持冷静 全心全力救出女人 后来警方把那个东西 由新商分籍带回去 本来要交给专案小组 那个时候就是被 我那时候的暴胜 我们记者就把它拦截下来 所以才会曝光 就那些照片出来 勒索性 知道女儿在坏人手里 每一分钟都是煎熬 为了知道更多女儿的讯息 白冰冰走在家里等电话 每当电话一响 她会像雷吉一样 整个人跳起来接听 有人更形容 她当时衣服好几天没换 红头垢面 因为这一刻的白冰冰 正在面临为人母亲 最痛苦的折磨 警方速度监听歹徒打来的 勒熟电话 但完全追踪不到人 歹徒有系统性的 采用类比式的王发姬联络 这一帮恶徒非常狡猾 她就持续一直打电话来勒索 可是你会发现 警方刚开始对那种勒索电话 那是警方第一次遇到一个 有系统的科学方案 时间来到第三天 4月16号 歹徒打来了 开口就问 钱准备好了没有 白冰冰要求听女儿声音 随即被挂断电话 歹徒在回播 用录音机播放了白小燕的声音 面对歹徒 狮子大开口 要求天价赎金 五百万元美金 根据当时白冰冰的好友透露 她没有外界想像的财力如此雄厚 四处筹钱 只为患得女儿平安 她们几支恐怖电话 把白冰冰带出去外面烙的时候 完全取不到钱 因为他们发现 旁边都有警察在跟前 所以就叫她每天回去 只要她没拿到钱之后 回去之后 倒霉的就是白小燕 就对她拳打脚踢嘛 五百万元美金分成三大箱 白冰冰按照歹徒指令 东奔西跑 南北奔走 十二天的等待 三十九通防匪打来的电话 每一通都牵细著白小燕的性命 但警方从通话记录中判断 人质还活着 四月十五号 绑匪又出招 和白冰冰约在桃园交付赎款 警方趁着本次通话 终于追砌到了绑匪身份 双方在台北县发生枪战 一共有三男一女被捕 林志能 林志安 吴赛培 还有张素贞 但是主谋另有其人 全国警力全部投入在追砌林村生 陈静兴以及高签铭三个人当中 阿静 你救救我也救救这两个小孩子 也救救白小燕好不好 他有打电话给我过 他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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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跟我说我原在南部 当时警方掌握了绑匪 其中之一就是陈静兴 他绑了白小燕 而他的妻子也在镜头前喊话 不过却没有换回他的一丝两枝 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在逮捕共犯的三天之后 四月二十八号 这一天 就是因为我接到通知说 白小燕好像被弃尸她的尸体 大体好像中网大牌发现 我到现场的时候就看到 两个藏仪社的人在那边捎名字 旁边就站了两个警察在那边 都没人 那一大体在那边的话 我就坐在那边开始观察 人生说看清楚 到底是不是白小燕 这不要开玩笑嘛 对不对 后来就很清楚 那个时候 我到现在印象都还很深刻 他身上被绑了六个那种 我们工地那个大郎头 那个铁锤 那个头 那个铁的 中间不是把那个木管拔掉 都有一个洞 他就开始用一个麻绳 串了六个 就这样把它捆在身上 那本来是要丢到中网大牌 让它沉下去的 那个时候就看到白小燕 最后的姿势是怎样 手是怎样 好像在祈祷 也好像在像昌天 问什么事情一样 那很明显 他这个手指头 一切不见了嘛 警方是在傍晚五点多 接获民众的报案 指出在五谷交流道的附近 接近二省道的地方 也就是五谷工业区 中港大牌排水沟中 发现一名全身赤裸 年纪大约十七八岁的女尸 由于这一名女尸 被发现的时候全身浮肿 因此无法证实 是不是就是警方 找寻已久的白小燕 不过由于死者身高 大约一百五十五公分 年龄十七八岁 加上一个最明显的特征 死者左手的小指 已经被截断一小截 并且缠着纱布 因此警方怀疑 这名女尸就是白小燕 当时的新闻画面 完整承受的歹徒 根本毫无人性 甚至残忍地用铁丝 缠绕着白小燕 被切断的手指来止血 这时白冰丁 看到了新闻画面中的丁学伟 打来了电话 我白冰丁就直接 第一个电话就打给我了 因为我在现场看到 那连线可能有拍到 我蹲在那边看的 他电话就来 就问我说 鬼神 因为我那时候 常常跟白冰通电话 晚上他是真的每天哭每天哭 我都没有一天不哭的 他就问我说 鬼神啊 我就跟他说 大概赶到鬼神啊 他就回我说 我知道了 他就挂台电话 可是没多久 就看到白冰冰就醒来 车就在那边 他就下来了 从原本存有希望 到来到中港大牌后的 完全绝望 白冰冰强人泪水 到现在的他 内心已经千疮百孔 她说民间传说 尤其是长辈 看到自己的小孩的时候 白法人送黑法人的话 不要哭 会让他舍不得走 所以她那时候 她说她看到那个画面 包括在烧民旨干的整个过程 她都忍住不哭这样 她说她是压抑了整个心理 让自己 你知道后来白冰冰 什么时候哭你知道吗 等到白小燕的告别是 半晚送走了 白冰冰回到家里 开始抱头痛哭 但是我要跟小燕说句对不起 但是我更必须告诉她 从今以后 无论如何 没有人能够代替她 在妈妈心目中的地位 她是我的唯一 小燕我爱你 真的好爱好爱你 刚才讲到说把她手指头 切下来那一段 有没有 其实后来警方在那个冰箱里面 查到了好几支 止痛药跟消炎药的真品 可是你知道吗 那一组药里面 只打了一支两支 就表示后来 几乎没有办法止痛 也没有办法消炎这样 所以白小燕可以说 她是在痛苦之中 慢慢慢慢生命逝去的 验尸后法医研判 白小燕已经死亡 大约八到十天 检警更断言 显然绑匪 一开始就没有要留活口 即便拿到了钱 也要杀人 因为我刚才讲说 她只要没拿到钱回去 就对着白小燕全打脚踢 三个大男人 对一个小女生 因为白小燕个子不高 跟她妈妈一样 个子也不是很大嘛 天天这样踹... 后来在香燕报告里面 杨树中法医的证实啊 她的皮脏 肝脏都有破裂 你就知道打到内脏破裂 内心血多严重这样 全台湾蒙上阴影 有小朋友的家长 更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 1997年4月底 警方发布通緝令 展开大规模的追捕行动 这三名防匪 陈敬兴 高天明 林春生 也展开了逃亡之路 这三个人在案发之后 随即人间蒸发 但就在1997年的5月 也就是隔一个月 陈敬兴和高天明等人 再度绑架了台北先议员蔡明棠 顺利的得手了500万元赃款 而过了三个月 竟然又实随之位 在北投区绑架了陈信富商 得手400万元 这帮匪徒完全不把警方放在眼里 而专案小组则是不断的布线 要追查他们的下落 而就在8月19号的这一天 一通电话打进了勤务中心 报案的人说 他在工地里面看到有两个人 鬼鬼祟祟的 而没想到就是这通电话 意外的引爆了一场警匪枪战 而歹徒正是白小燕案的嫌犯 大批警力和霹雳小组迅速集结 现场包含媒体和围观群众 每户人家家里的电视 开的都是新闻画面 大部分的民众都是在电视机前面 密切地关心这场 事迹性的警匪枪战 不仅大批群众围观 这更是警方第一次出动维安小组 现场八百多名警力 街道巷弄擠得水泄不通 这是距离白岸的四个月之后的 1997年8月19号这一天中午 三个人开始在各地开始流窜 的过程之中 他们就开始没有外援 没有固定的 金流 没有固定的 对 也没有固定的居住场所 是窝藏的场所 所以那时候他们都找那个工地 工地都会有水 他们趁人不注意 要去沖個澡 洗個澡就这样 那一天就是因为在武昌街旁边 一个建筑工地 他们在那边沖上 因为那时候人心惶惶 在武昌街五十三巷 和龙江路三百二十八巷附近 出现了两个陌生面孔 看到他们鬼鬼祟祟的模样 附近居民马上通报警方 辖区的建国派出所 远景曹立民和黄庆才 立刻前往查看 只是才一到现场 却立刻枪声大作 他们根本没料到 当时歹徒就躲在乡行车后方 持冲锋枪直接朝警方射击 曹立民后脑中弹 当场去职 枪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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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近距离枪战的黄庆才 谈到最后一次 跟同事曹丽敏对话的时候 申请格外悲伤 刚刚他就这开来 我就扶他上车 刚刚黄先生也是跟我们上车 三个人唱情声 曹丽敏 同仁 曹丽敏同仁 在车上来问他说 要勇敢一点 刚才勇敢 勇宅 第二次问他 他就没回答 第一时间倒地的曹丽敏 还和黄庆才说 我已经受伤 但没有什么问题 赶快去追捕歹徒 当时他手上是握着警枪 子弹也是上膛的 保险也是拉开的 我们确信他当时是已经有 要准备跟这个匪徒枪战的 很强烈的企图 上次一个很好的一个干部 国家上次一个 很好一个警察人才 我非常难过 27岁的曹丽敏 云林人 原本预计在明年 就要和怀孕的未婚妻结婚 但却碰上这样的恨事 不仅警戒痛失因财 也让家属悲痛万分 这两名歹徒相当残暴 相同时直接朝着警员头部射击 明显是要置人于死 当时一得之消息 大批警力就进驻到了武昌街 远警手持盾牌枪械 部署在各个项目内 后退好不好 场面混乱 不仅当地民众围观 媒体记者更抢拍画面 警匪爆发追逐 歹徒一路在龙江街巷子里狂窜 最后逃到防火巷中 身中六枪 四颗子弹贯穿头枕布 当场死亡 警方更在他的身上 发现一封绝笔信 确认他的身份 就是警方追气已久的林春生 只要还是强调 这个案件是他们三个做的 跟其他人没有关系 那最后他还是用白小燕是冤枉 然后他们三条命要补偿他 就是这样一个结 这个一个结尾是这样 检警表示 这信里看不出有一丝悔意 死前还是想要替 再压的心有脱罪 专小组成员更说 亡命之徒明显在做困兽之斗 不要密似的逃亡 让警方殉职 当时还有名园警王文斌 在追逐的过程当中 从五楼坠落地面 严重挡震荡 其实那个时候枪声也是 以荒谈的闹剧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封锁线概念 那个记者就有一堆人 在那边抽烟聊天 那个枪声出来的时候 那枪声还要死 其实那个枪声有两段 第一段是有远警踩那个石棉网 把那个石棉网踩破 破了 掉下来 那大家就吓到以为是枪声这样 后来从那些案件以后 才开始有所谓的封锁线的概念 武处长街枪战 造成远警一死两重伤 而也是这场枪战 让专案小组有了和这帮恶徒 面对面的机会 如今白岸三贤中的林春生 新付出了代价 现在专案小组的目标 就剩下恶徒陈静兴 还有高天明了 在枪战过后 现在只剩下高天明 和陈静兴在逃 但这两个狂徒 并没有因此收敛 反倒是更变本加厉了 为了达到目的 手段之凶残令人罚指 这是在白岸发生的五个月之后 台北市的南门市场楼上的 方宝芳美容外科诊所 竟然又发生了三死血案 我们专案组也专访到了 在案发第一时间抵达现场的 台北市行大建设组组长谢松善 他说这是他看过最血腥的现场 这是在1997年10月23号下午4点 在那一个整形尚未普及化的年代 台北市罗斯福路一段上 热闹的南门市场附近 有一间知名的方美容外科诊所 一名清洁妇人按照惯例 来到这进行打扫工作 在她倒完垃圾之后 往四楼的诊间走了上去 眼前的这一幕却让她死生难忘 赫然就发现 医生娘就是张昌碧 倒在那个手术室的地上 然后另外再转头 又看到那个厕所的地方 有那个医师 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护士 他们就倒在那个厕所的地方 他吓死了 清洁妇人立刻报警 而当时担任台北市刑大 剑事组组长的谢宗善 在获报之后 第一时间就赶到了案发现场 一评估都是头部重担 已经是没有生命迹象了 那方宝芳她是坐在那个马腾上 然后也是眼睛蒙起来 嘴巴蒙起来 脚绑起来 然后也是头部一枪 原本干净的诊间成了染血的案发现场 方宝芳医师夫妻当时尽管已经是 北部的整形权威但平日生性简图 交友单纯 本医生 嘴人渐渐了啦 每个人都遵守 差不多就 我看五点多就这样 去记忍堂去运动 这样回去 伸手伸手 往前去抗山 往前去拐 他们都像抗山 很困难 甚至很欠 医生娘跟方宝芳医师 都是绑眼睛绑嘴巴又绑脚 但是就是护士没有绑脚 所以这个我们一般在行案现场 都要有那种敏感度 为什么他绑脚 为什么他不绑脚 结果我们就进入到那个 医生问诊的问诊室 问诊室发现 问诊室的桌上放有一些病例 医生的椅子上 有一个小小的字条 字条上面没有字 但是画了两道眉毛 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这到底怎么回事 接着谢松善来到了隔壁房间的 这一个手术台 手套就还来不及多 上面还血淋淋的血 还粘在那个手套上面 警方初步研判 凶手可能就是上门求诊的人 凶手带着手枪以及胶带前来 证明这是一件有计划性的谋杀 而动机就是杀人灭口 警方在现场搜证时同时发现 诊所病例表及当天的挂号单 全部遗失 警方第一时间顾虑了上门的顾客 由于这间整形诊所 有许多的酒店小姐来整形 因此不排除可能是整形纠纷所引起 但警方也大胆推测 极有可能就是白案的 在逃嫌犯陈进兴以及高天明等人所犯下的命案 检办方保方整形外科医师命案的专案小组 曾经接获献报 审视行凶的歹徒 陈进兴与高天明两人早在案发的前一个礼拜 就已经住进这栋南门大楼 并且强行进入一部律师的家中 要挟这名律师不得报警 否则将杀害全家的话 现报指出 闯入律师家里的就是陈进兴和高天明 只是眼下无法确认 他们是方保方整形诊所命案的凶险 时间来到凌晨三点 法医正在相验遗体 看能否找到些破案的蛛丝马迹 我就跟法医讲 我说法医啊 他面貌难受 我说这样子啦 我们跟检察官报告 然后呢 那个你们继续去验 那检察官同意的话 下地我来做 当年遗体相验量很大 而后世郑文玉也正直惊奇 但谢松善不愿意放弃 最后也因为他的坚持 让整个案件有了突破性的关键证据 里面都没找到 里面因为他有月经学嘛 可能月经学也有影响 里面都没找到 然后呢 阴道口跟外面的都找到 还有卫生棉上 还有内部上面 统统都找到那个精益 精益的主人是谁 经过化验之后 DNA和手术台上的血是不同人 这又增加了侦办的困难度 后来就发现了 那阵子就连续发生侵入住宅 性侵的案件 好多件啊 台北有 新流有 我就一直报案了 报案了以后呢 可是那个时候没有建党 可是只知道 只知道那个精益 都是同一个人的 受实践的性侵案 刑事局也纷纷把这些案件建党 就是要等关键时刻发挥效用 直到又有一个年轻的女学生 再度受害 就是被害人是一个女学生 结果呢 陈静兴压着她呢 到一个房间里面呢 去进行那个抢监 结果抢监完以后呢 陈静兴她就拍拍胸脯 陈静兴她就拍拍胸脯 她说我是陈静兴 女学生两只眼睛一直瞪着她看 她说我是陈静兴 陈静兴三个字 女学生磕进了脑海 她迅速前往报案 下体也做了财政 更让原本所有平行的案件 有了交集 这个时候才比较确定的说 女学生的下体 就是陈静兴的标准监体 结果一比呢 跟台北新北几十件啊 几十件的这种 这种侵入住宅性侵的案子啊 都是同一个人 当然最后也比出来 郑文玉下体的经营 就是陈静兴 而且我说实在 陈静兴这个也是一个 可恶的恶魔你知道 他就是性需求很旺盛 他竟然就把那个护士 在这里在枪杀之前 他也成了穴狱 受狱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整个过程之中就很夸张 他们是为了自己目的 而且他们那个时候 真的很怕自己落网 所以他一定要灭恐 不能把这个消息传出去这样 后来经过进一步比对 手术台上的棉球纱布 和医师手套上的血迹 证实就是高天明的 高天明呢 那个时候在逃往的期间 到那个石台路 因为可能 这个信的那种冲动跟需求嘛 所以呢他到一个油牙 油牙店 高天明他就 都去找小姐 他跟陈静兴不一样 所以他落网那时候 也是在北投那个地方 石台那个地方的呢 他竟然就是一个 里龙护肤中心 就是在隐身于民宅里面的 里龙护肤中心 而且他那个民宅是一个 摩制型的那个公寓建筑 前面就是停了很多摩托车 当时刚好有一名男客人 刚好就从护肤店消费完 走了出来 巧遇了高天明 他也要牵摩托车 可是高天明那个时候下车的时候 不小心把一整排摩托车弄倒 那个男的就看到他把摩托车弄倒之后 他就去帮他 一台一台两个 然后演 演多久的 弟弟演 演乘车 演到买的时候 那高天明还跟他说 多少钱这样 就走 两个人那时候在演车以前 就彼此就一直看嘛 对不对 看他也不认识他是高天明 他只是事后 高天明上去他要回家 骑着摩托车回家的时候 他越想越不对 今天他这么明显 男子越想越不对 但脑中的疑问却瞬间得到警察 我那时候到处贴了茶区转盘 他在等红灯的时候 就一点撇到那个墙壁上 贴了那个茶区转盘 他想说 这个不就是刚才把我帮他演车那个 对不对 他马上打电话 去报警 就是这一通关键的报案电话 让专恩小组再次有了突破点 而大批警力也马上集结 很多人就进行围捕 到那个石牌路的地方 围捕谁就围捕高天明 那时候正在围捕的时候 后来高天明也警觉到了 他最后他是举枪自杀 那时候传闻他是双枪自杀 可是我到现场的时候 真的发现他两手都指车 他两手都可以用枪 当时同样到达现场的谢松善 从高天明的脸上发现不对 本来就是双眼皮割开 缝合成为单元 这是确定 因为是我阿珊是到现场看到的 因为他高天明觉得 我们这个样子出来 对不对 真的很容易背他 因为高天明长得就很一般 对不对 你走在路上你也不会多看他一眼 而且你看过两次你也不一定记得他 为了逃亡还不惜冒险动手术整形 可见他们知道警方已经布下天罗地网 但手术似乎不太成功 因为马上就被民众给认了出来 现在茶器专刊上的三名匪徒 只剩下最凶残的陈静心 一人在逃 茶器专刊上的三名歹徒 现在只剩下陈静心一人 失去头部的他 这下可更是豁出去了 来到北投行义路 而这里住着的可都是国外的大使 他随意选中的是南非铸台五官 卓茂齐的一家人 他挟持了他的一家五口 而其中一个包含才七个月大的 小婴儿查客 这一场最漫长的挟持五官事件 各家电视台彻夜守候 更开下先例 和陈静心本人Live连线 这是在北投幽静的行义路 陈静心一个人潜入行义路的20号 眼见整栋楼都没人 他又在跟着一辆车 进到行义路22号的车库里面 他就跟随着那台车前路车库 因为他知道 那个使节车开进去 而且里面坐得好像是 金髮的那个外国人 所以他就进去一下 陈静心随意挑中的 竟然是南非铸台五官卓茂齐一家人 潜进去之后 他先挟持了12岁的三女儿Christine 当时的她正在弹钢琴 接着陈静心又在陆陆续续 绑了只有七个月大的小婴儿查克 和大女儿梅兰妮 以及卓茂齐夫妻党 一家五口瞬间失去行动自由 而就这么巧 这时候刚好有人按了门铃 他是一个地毯销售员 陈静心抓紧了机会 他想趁势把事情闹大 要他打电话给国内外媒体 警方同一时间也接获通报 马上集结大批警力来到现场 国安特刑队跟一些特刑警察 台北市警察的刑警 全部都在制高点都已经不好了 不好了的时候那时候 讲说情侶指揮手里面有两案子 因为他们觉得说 他们有曾经确认过 有没有办法瞄准到陈静心 他们说没问题 那个百分之百可以打一箱隔壁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起重置 可是另外一派会觉得说 这个案子都没有 整个都没有脉络什么 经过什么详细的内容都没有 你要留陈静心一个活口 对不对 我要把案情交代清楚 所以不能冒然就把它隔壁 所以那个时候就争执之后 好 那怎么办 陈静心那时候就要求说 警方派人进去跟他谈判 当下情况危急 国外驻台大使被药犯挟持 可是头一遭 稍有不慎 马上演变成国际事件 而当时仍在第一现场的 台北市行大大队长侯友宜 他头戴头盔 身穿防弹背心 他决定挺身而出 亲自进到屋里 和陈静心正面交锋 进行谈判 所以侯友宜就第一个进去 那这进去他口袋里面 放了一只大疙瘩一起 那个大疙瘩是折叠的 他先盖的那种 当下侯友宜把枪放下 什么都没带 只带了一只手机 就从窗户外爬了进去 一爬进去 我那时候就刚好在第一线 封锁线前面 我就看着他这样爬进去 爬进去之后他就开始 侯友宜后来跟我讲说 那时候陈静心进去要收身 他一收摸到他的口袋里面 大哥他以为他带枪 陈静心神经敏感 警觉性高 情绪更是殷勤不定 疑神疑鬼 他当下就说他没有要投降 因为他讲好了 你不能拿钱进来 不能拿武器 不能叫人进来 他就把枪就指了 我的脑袋 我有说这辈子被指了 他指了好几只脑袋 那一次指了他脑袋之后 他那时候才发现 原来跑马灯是真的 因为陈静心那个时候 杀人不眨眼 而且你怎么知道 他什么时候会扣扳机 所以那时候枪抵着他脑袋的时候 他就跟他讲说 真的 三八 手机 陈静心手的摸进去把他拿出来 果然是大哥大 当时侯友宜第一步顺利取得了陈静心的信任 双方开始谈判 只是谈没有多久 陈静心再度暴怒 他们那个维安特勤队的那个红外线的那个枪 瞄准点 你知道吗 就他在那墙壁上当时 就几个点在那边 陈静心以为要隔壁他 他就对着声音 踢着那个地方的声音就开始开枪 哪知道他在那乱开之后 那个枪弹到墙壁 就打到左帽棋跟他的女儿梅兰尼 当时他直接朝桌帽棋 大腿开了一枪 尽管情况在危急 但没有任何一个医护人员敢冒险进去 侯友宜只好自己把卓茂棋 和梅兰尼给背了出来 送上救护车急救之后 再回到现场 时间直到隔天清晨五点 陈静心就在五官官邸 和一家家的电视台进行电话连线 在这一触即发的时刻 没想到媒体的问话 还一度惹怒了他 陈静心最后提出 要民进党中平会主委谢长廷 来到现场当他的辩护律师 而在和陈静心长谈过后 谢长廷也走出了五官官邸 他认为他是最有应得 但是他认为他的家属 不应该受到刑求 事情一直延烧超过二十四小时 陈静心最后答应让妻子张素贞 单独进到屋内 而张素贞最后也用家庭的力量 顺利化解了这场危机 来到张素贞也是劝他 陈静心把墙放下 所以那个时候侯友宜 才会先把小孩子 那个左茂棋的那个力量 最小的那个 就是其实前一阵子 他不是去美国 遇到那个查克吗 小查克就把他抱出来 所以才有那个经典的画面 他把小孩子抱出来的那个画面 那接下来就是陈静心缴械 跟着他们一起走出来 上靠走出来 这件事情才落幕 白小燕命案专小组 历经了七个多月的追忌 在最后一名嫌犯陈静心 将他的枪械全部交出去之后 台湾治安史上最黑暗的一夜 才终于翻篇 白小燕命案震撼全台 检警和调查局全力追砌相关涉案人 其中一个重要人物 就是陈静心的妻子张素贞 和他的弟弟张志辉 两个人都因为涉嫌藏匿人犯被约谈 而在张志辉被重新带到绑架 白小燕的现场的时候 竟然发生了难以解释的诡异事情 陈静心的小舅子张志辉 被高等法院何怡婷认定是共犯 为什么后来会怀疑到 他老婆张书贞 跟他的七舅张志辉 因为那时候 他们查张志辉 因为从最亲近的人开始查 那时候张志辉因为在一个面包店里面 可是老板后来就把他开除了 为什么 他开除的原因很奇怪 就是因为他每次面包送出去 都会短少很多 短少的面包 让捷警对张志辉产生怀疑 他们警方开始在追踪 他的这些家属的时候 就发现张素贞他妈妈 一个中年妇人 每次去买便当我们买多少粒 他觉得很奇怪 你买那么多便当 你到底给谁吃 对不对 那个法院的判决 也没有说张志辉 有直接就是涉嫌资助 帮助这些人逃亡 那可是后来天井糟糟 我常常讲说真的是 不相信都不行 当年检警调查 张志辉涉嫌在白天时 帮助这些恶妃看管人质 因此由调查局人员 带到案发现场进行模拟 张志辉那时候在跟调查局 调查员坐在车上的时候 刚吃完便当就带他出门 出去的时候在西云路那个地方 因为那个房子是这样 旁观区区很多小路 调查员竟然迷糊你知道吗 不知道在哪一间 以前没有导航嘛 对不对 然后找房间找不到 你知道张志辉很轻蔑跟他讲 就头前那边挖下去就糟了 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你怎么熟门熟路这样 因为那时候张志辉一度 自己承认说他知道嘛 好 那就进去之后 他也很不屑啊 你知道那个有一个调查员 他有 他下车就找他们小队长 我们就在旁边说 什么事 什么奇奇楚楚这样 他竟然跟他小队长讲什么这样 他说白色还很赖 那个小队长说他不要乱讲 开玩笑 开什么玩笑 当大家还半心半疑 接下来发生的事 让现场人全都吓坏了 后来张志辉被带进去那个 那个熟路那间房子的时候嘛 他一进去没多久 他刚开始还在讲 还很自然讲说 白小燕就靠在那个盒室里面嘛 手就被靠在墙壁上嘛 那个里面冰箱 那个椅子就绑在这边嘛 他们在打那个白小燕的时候 就把他偷入来这边打 他刚开始在描述都很正常对不对 而且那个时候 你知道调查员是全程有 拍…你知道那个张志辉 突然间跪在地上 头一直磕头 一直什么 一直吐 他刚才出门前 在私钓处吃的便当全部吐出来 国义的事张志辉突然 一句话都说不出口 手捂着喉咙 疯狂磕头 他就在地上一直磕头 一直吐 一直磕头 一直吐 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 后来把他拖出去之后 在外面 在屋外的时候 他讲说白小燕真的带着青面疗牙 那个…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流头马面来找他 没有设案却知道案发地点 又毫无原因的狂吐 更起人一逗的 还有他和白冰冰的这一段对话 我故意问他一个内衣 内衣的样子只有我自己知道 他讲得非常正确 你这样如何翻供呢 我在问他的时候 就我一个我一个他 然后有露营起来了 我也没…我也不能打他 我也不能骂他 他见到我就跪下去 他见到我为什么要跪下去呢 所以你看你说你相不相信 对不对 可是这一段又不能够写入判决里面 对的 甚至不能写怪力乱生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 等到他在外面弄了很久 那时候他后来还要求他掉台人 去买箱买那个名字 他进去里面跪在地上 一直烧箱 一直拜 一直拜 后来杀了名字之后 他整个重重才还往后下来 所以你说写不写 张之辉跟四审被判处 无期徒刑定验 在审理此案过程中 张之辉在2004年 竟然又杀害女友 最后也因杀人案 被判处无期徒刑定验 杀人无数的陈静芯 当年他在商北地区 犯下了数十起的案子 让民众非常恐慌 而在案发后的两年 才终于枪决伏法 结束了他这饥饿人生 1999年10月6号晚间七点多 恶徒陈静芯被押上刑场 上刑场前他喝了两口茶 抽了两根烟 没有食用御方人员 帮他准备的卤蛋跟鸡翅 还有高粱酒 随后他就踏上沙地棉被 被执行枪决 只是到最后 陈静芯依旧没有供出 白小燕案的幕后指使 究竟是谁 回头来看他这罪孽的一生 陈静芯出生在1958年1月1号 当年因为母亲未婚怀孕 生下了他之后 他就在外婆家长大 因为从小没有见过父亲 多少也因为如此受尽同侪嘲笑 也渐渐地养成他凶残暴力的反社会人格 国中也只读了一天就辍学 长大之后他不断在报复这个社会 不要因为他的缘故 而歧视他的家人 因为个人的罪 个人承担 他个人过去所做的 他都觉得自己最有应得 罪该万事 曾经他的继父在他国中时 为了想要感化他 让他去寺庙做美工装饰学徒 不过做美几天 他又是偷窃 接着又持刀刺伤国中同学 从此之后 陈欣欣便不断进出监狱 1988年他解刑出狱之后 和张素贞结婶 结婚育有两子 曾经短暂过了几年平稳生活 但又因为投资 非法赌博电玩 最后赔钱 债务缠身 也开始把坏心思 动到白小燕的头上 不只白小燕 许许多无辜男女 因他受害 更成了心里一辈子的阴影 陈欣欣也将借由 我毁罪请你原谅一书 来劝导时下青少年 不要误入歧途 同时也将自己的遗体 捐赠给社会 已经把他的器官 全部都捐赠出来了 甚至哪一个教学医院 最后的捐赠器官 之后的所有遗体 要解剖的话 他也愿意给 枪绝伏法之后 除了肝脏之外 他捐赠了心肺炎角膜 等等器官 给了五位有需要的病患 终结他41岁的罪孽人生 在今天一个小时节目当中 我们带您看到了 白小燕命案的 27周年特别报导 而随着陈静兴 最后伏法之后 台湾之安史上 最黑暗的夜 才终于翻篇 非常感谢您 这个小时的收看 我是杨如涵 我们下周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